上面就逐步的話一個一個一個慢慢把它做出來 那就完成我們要的嘛 那我們這種四個頁面裡面應該放什麼東西 請各位看一下 你把那個 在我們完成檔裡面就是在那個 範例檔裡面 102嘛 102裡面 就有STD STD裡面就是參考的那個網站做好的樣子 網站做好的樣子長這樣子 但是我要的應該是長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APP 就是如何把一個網站變成一個APP 這個我想是我們需要的 那首先第一個 你就先把怎麼樣 可以放上去的東西先放上去 包含什麼 圖放上去應該沒問題 再來就是它的標題 所以基本上圖怎麼放上去呢 首先一樣嘛 這個就是在你的資料夾裡面 可以放一個 這邊可以按右鍵 新增一個資料夾 新增資料夾名稱就image就是 那你把裡面有個logo有沒有 把這個logo放過來 放過來之後的話 我希望把這個logo 這個logo就剛剛那個上面那個什麼TQC那個logo 然後你可以把它放在夜首 夜首的前面 所以把它這邊搬過來 其實很簡單 怎麼加呢 拖拉過來放開不就好了 他問你要不要替代文字不要按確定就好了 誒字就過來 那接下來的話你可以把這個圖自己稍微放大縮小一下 因為這個有時候在手機裡面的寬跟高不見得跟那個網頁幾乎一樣 所以你這邊的話自己再調一下 調個大概就可以了 然後呢 OK 大概這樣好了 那底下的話文字叫什麼呢 比如說 我們的第一個文字叫做考生服務網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考生服務網 copy一下 然後把這個貼上來 然後這邊就以 那底下這個叫什麼 底下這個的話就是 分別就是什麼 最新消息 所以你可以把它用copy貼上的方法 然後分別把它貼上 最新消息 那再來就是底下的東西 這些東西 Ctrl C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底下頁面的第二個內容的部分 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呢 這邊就會 不過他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加上那個 就是 自動幫你加那個 這個這個叫 就是底下這個叫 項目清單 如果沒有幫你加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按一下 他會幫你加一個項目清單 然後以下一樣 就分別怎麼樣 把你需要的這些資料 分別把它轉移過來 這個Ctrl C 然後再一個標題 那底下內容自己再貼一下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 需要的總共四三個頁面 底下的三個頁面 分別把它先加上去 那做完之後的話 底下這個 考生服務網字可以把它再放大一下 也許你這邊的話 可以再把它改成 也許標題一好了 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然後他們之間的距離 可以拉小一點 好 那顏色你自己可以加 內容部分的話 因為這個內容 是要連結到底下三個 所以請各位把那個底下三個名稱 一樣 自己把它複製一下 我是把它先複製到旁邊 複製到記事本裡面 再貼上來 不過 我們將來會需要做出來的效果 是希望看到的 第一個是長的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 第二個的話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叫NetBar 這個叫ListView 不過 坦白講 這個還有點難度 然後 不過但是你要知道技巧就可以了 它實際上是一個 DIV 一個DIV 把那個NetBar 包在裡面 那放的位置呢 記得是放在夜首的位置 你不要放錯 那這個地方就會有一個NetBar 那再來的話 你就是 會有一個超連結 你就連結過去就可以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那個 可以放過來的資料先放過來 那等一下我們按部就班 一個一個各個擊破 這個放個圖 應該沒問題吧 拖拉過來 這個放一個標題 裡面放三個 那這個我建議你先Copy兩個 因為我們做一個是NetBar 一個是 那個ListView 所以這邊的話 一個兩個 做兩個 然後 這個NetBar 再ListView 然後再來 底下的部分的話 就貼 貼 畫面先還給各位 如果我今天希望看到的結果 長得類似像這樣子 像 這個NetBar 不過這個NetBar 是這一體裡面 應該算最難的 所以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那它的做法其實並不困難 第一個 一定要先插一個DIV 它外面是一個DIV 然後裡面的話呢 是一個項目清單 有四個項目清單 然後呢 再分別給它顏色 不一樣的顏色 跟什麼呢 上面的icon 分別可以設定上去 那怎麼設定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我們 把它縮小一下 第一個 請 請各位 先把那個 剛剛我們本來是 有一個項目清單的 有沒有 有三個對不對 請各位 先把這個地方的最新消息 跟那個認證 先把它怎麼樣 先把這個地方 底下的項目清單 先加個項目清單 不過因為我好像是分行 所以你記得 一定會三個點 這樣子 這樣子就一個項目清單 那項目清單的話 你在 程式裡面 其實 就是HTML程式碼裡面 它的結構一定是這樣子 有沒有 一定是 UL 裡面 前後一定是LI LI開頭 斜線 UL 一定是這樣子 當然你如果看得懂 這個HTML最好了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你還是要注意 稍微注意一下這個範圍 再來的話 請你把這個範圍的東西 剪下來 剪下來做什麼 因為我需要 這邊Enter一下 我需要在這個地方 加入一個什麼 加入一個板面 在 本來是JKMobile 板 板面面板裡面 插入一個DIV 因為呢 如果你要加一個Netbar的話 一定要有一個DIV 才可以變成Netbar OK好 把這個地方加一個DIV 然後呢 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確定之後呢 你會發現 它這邊會出現什麼 新增DIV標籤內容 那你就把剛剛的東西 貼上就可以了 好 那你會發現 它的結構變成怎麼樣 變成DIV開頭 有沒有 DIV結束 UL就是項目符號清單的開頭 項目清單的結束 LI一個 有沒有 一定是這樣的結構 所以你有時候呢 旁邊的東西不是裝飾的 誰要稍微瞄一下 知道 錯有的時候 就出來這個細節 好 再來的話 請你把那個 這個DIV的角色 什麼樣的角色 其實在JKMobile很喜歡用什麼 Data Row 就是資料的角色 就是一個Netbar 那在那個 JKMobile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 要不就直接 怎麼樣 在這個DIV 後面加一個 Data Row 等於Netbar 可是有的時候 你要去寫那個程式 你覺得麻煩的話 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請各位看一下 以後如果你不想要寫程式 有些程式呢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在哪裡喔 不過 恐怕你要稍微找一下 請注意一下 右邊這邊 第一個 標籤 什麼 檢視窗 這個 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 請你往下找 有一個 JKMobile 就這個東西 非常的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 找不到 就是問題出在這裡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 只要是JKMobile的 裡面的那個 相關的標籤 你不用寫程式 有些書裡面 就叫你要寫程式 我覺得那沒有必要 你就在那邊改一下就好了嘛 因為它都已經有了嘛 你就直接拿來改就可以 完全不用背任何的程式 一般坊間的書籍啊 你去坊間找一下JKMobile的書 通通叫你用手打的 好像很少看到有人 有講到這一段的 不過說真的 那也是我無意之間亂找找到的 發現 這邊就有了 幹嘛要自己打 那你要自己打 可以啊 你開心自己打上去 也沒問題 嗯 OK 那 再來的話怎麼做 第一個喔 一樣選取狀態對不對 找到 標籤檢視器的JKMobile 往下找 它這邊一定是 它這個屬性有沒有 一定就什麼 Data什麼什麼 Data什麼什麼 對不對 啊其實以後關鍵都在這裡 其實以後的App的所有效果 都靠它了 那裡面的話 如果你要做NetBar 請你找到一個標籤叫Data Raw DataRaw R開頭的 DataRaw有沒有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DataRaw 那你會發現它現在是Content 然後不是 我們再點一下 再選一下 好 確定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剛剛好像應該是選這邊到這邊 OK 不應該出現Data 應該不應該出現那個Content 才對的 所以你重選一下 那怎麼選 一樣 DIV到DIV 這個時候DataRaw的標籤裡面 旁邊有關鍵喔 這邊點一下 它的角色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 Net 有沒有 Net NetBar 就這一個 OK 關鍵在這裡喔 不過我發現有些同學可能還不太熟這個環境 1 1 選這個 2 資料標籤 改成NetBar 好 點下去 這個時候NetBar 會不會出現呢 我們可以預覽一下 好 這個時候有沒有 它就已經出現了 一個Bar出來了 但是這個Bar喔 目前還沒有超連結 所以需要怎麼樣 讓它做超連結 第一個 做超連結 第二個 顏色好像 稠稠的 所以換個顏色吧 第三個 加一個icon吧 對不對 要做出來類似像剛剛我們看到的 這樣的效果 剛剛這一個啦 這樣子 有沒有 那怎麼改 第一個 超連結應該會改 選它對不對 選最新消息 連結 請你找到什麼 頂 加一個頂 page1 page1 ok 那為了方便 你就把這個前面複製一下 然後按個enter 這個就有了 這個 新書一樣 2 3 2 好 再來 當然你可以切到那個瀏覽器裡面 讓它怎麼 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沒有save Ctrl S 把它save一下 再來一下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加超連結之後的效果 有點不太一樣了有沒有 點下去 最新消息 新書登場 認證課程 有了對不對 第一個 第二個 如何加顏色 第三個 如何加icon 那加上去的話 最後看到 最後看到 就會是講這樣子 ok 不過 試試看好了 這個最難的 今天 Netbar 如果你做得出來 應該就簡單了 好 試一下 然後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1 先把這邊 選起來 有沒有 做成項目符號 你可以把它剪下來 2 插入一個 DIV標籤 再把它貼回去 3 記得喔 選一下這個 它原來是沒有 它其實幫你加了什麼 加這個東西 有沒有 原來長這樣子 那你其實是在哪邊呢 資料標籤裡面 改成 Data rule 但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看到Content 請記住喔 不要再往下了 先重選一下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把Content 改掉的話 Content就不見了 它有的時候會選錯喔 有時候可能要 重新 再把它載一下 這個有時候 這個小細節 然後 一樣 把這個選一下 確定一下位置 再從 DIV 選到DIV 再看一下Data rule 沒有 選一下 把它改內bar 這樣就OK了 再加超連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內bar 超連結 變顏色 加icon 這樣子的話 我們內bar就做出來了 不過 可能有些細節 給它自己動手一下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看 看到Content 那個Data rule 看到Content 你就不要繼續 你就重新再來一下 因為可能 那個選的範圍 也許是裡面自然沒更新 所以你再更新一下 因為如果你把它 把Content 改掉 它變成Content 不見了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喔